第15题 水力发电厂发电时 其能量主要的转换过程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水力发电厂利用水库储水 那么水有一个在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它有所谓的重力位能 然后它放水往下冲 往下冲就是位能会变成所谓的动能 那么这个运动的水再去推动我们的发电机 让发电机产生电然后产生电能 所以它的过程是由位能变成动能 再变成我们的电能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问我们的转换过程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重力位能变成动能 动能再变成电能